这所大学的规矩太不可描述了 新生入学竟然要脱裤子给学长盖章 阿伟可不是个守规矩的人 坚状学长直接往那裤兜里倒水 就算阿伟躲进了宿舍里 学长也没有放过他 威胁说再不出来就尿你门口了 阿伟不打算任由别人欺负 他取下吊灯里的灯泡 关闭电闸咬掉电线上的胶皮 然后把电线和勺子固定在指尺上 一个简易的电机器就做好了 随我把勺子悄悄伸出门缝 则开启电闸 随地小便的学长瞬间倒了暴影 无处被电销的炒蛋倒在地上 可是阿伟总是和教授起冲突被赶出去 再溜进别的教室蹭客 学校里的机器被他拆了个遍 时不时就会有人幸运中奖 学校里有个和阿伟一样 热爱工程学的学长 避设作品是一架直升机 明明只差一点就能完成 但校长坚决不肯给他延期 交不上避设就无法毕业 学长只好忍痛丢掉了直升机 阿伟看到后捡了回去 他好不容易和小胖小兽完成了作品 学长却承受不住压力 上吊自杀了 之后阿伟找到校长说他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并应该用分数评价学生 变不过连压力齿的阿伟 校长就写信给小胖小兽的家长 表示他们儿子交友不适 前途尽毁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 家长们坚决反对他们交朋友 听完两家人的抱怨后 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就换上礼服混进别人家的婚礼 凑了一顿免费的大餐 阿伟跑去建议女方和男朋友分手 因为那个男人把钱看得比他重要 不料小敏是校长的女儿 他们蹭吃蹭喝的行为 被校长逮个正着 隔天校长使出离间计 把小胖和小兽喊到办公室谈话 他在白板上写了个数字 说阿伟父亲每个月能赚2500万 你们家呢 还不到人家的零头 你们有什么资格不好好学习 小兽一想到自己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就和朋友们分道扬镳 搬到了隔壁学霸的宿舍 没成想学霸为了背书乱吃小药丸 不停放大肃安慰的臭屁 熏得他都待不下去了 而且每当考试前夜 学霸就会往其他宿舍的门缝塞杂志 搞得别人无心学习 他就能稳坐第一了 阿伟看不下去 决定好好教他做人 过两天就是教师节 学霸要上台演讲 阿伟偷偷改掉演讲稿上的某些词 他很清楚学霸只会死被稿子 果然这场演讲成了个笑话 老师都气得翻白眼了 这还不算完 学霸最后又淫湿一手 听着校长跑上台狂掐他脖子 学霸很快猜出了是谁在搞鬼 跑上天台冲着阿伟一顿喷 两人立下赌约 比他们十年后谁更成功 说完学霸在墙上刻下当天的日期 之后阿伟在街上正好碰见小美 又被人骂了一大通话 阿伟忍不住反驳 说校长在学校里批量生产蠢货 就像你那个男朋友 为了证明给小美看 阿伟摘掉她的手表 然后冲着小美男友大喊 你女朋友手表丢了 结果男友瞬间炸了 那块表可花了她四十万 就算是老婆丢了 表都不能丢 小美终于看见了渣男友的真面目 伤心地把表还给她 这是阿伟接的电话 小树爸爸突发脑衣血 救护车却被堵在了路上 阿伟看到小美的摩托车也顾不上纠结交通规则 两人把病人架在中间 骑着摩托车直接冲到医生旁边 所有小树也急忙赶到了医院 听见医生说 多亏他们送得及时 否则病人已经死了 他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 兄弟俩紧紧抱在一起 近视前行 第二天早上 哥仨被小美拍醒 提醒他们九点钟有个重要的考试 他们赶紧骑上小摩托跑回学校 可惜时间还是晚了半个小时 考试结束 所有人都交卷了 只剩他们三个厚着脸皮继续写 抬上老师自顾自地整理答题纸 等到他们写完要交卷的时候 老师却不肯收了 阿伟沉着脸问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老师也是头一回碰见学生敢威胁他 直说首相的儿子也不行 很好 看来这个老师根本不认识他们 阿伟突然把卷子全部打乱 这下子老师就分不出哪张是他们的了 考案室 阿伟躺在床上睡大觉 看小树烧香拜佛 祈祷自己不会挂科 查成绩时 小树直接从最底下开始看 果然找到了他的名字 他和小胖包揽了倒数一二名 阿伟却是全年级第一名 这俩兄弟不禁怀疑起了人生 为什么有人能整天不学习 成绩还能吊打所有人 晚上哥仨坐在台阶上喝闷酒 既然发酒疯跑到校长家开闸放水 还被校长看到了正脸 第二天 校长把小树叫到办公室 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不去指挣阿伟 要不就自己退学 小树实在无法做出抉择 于是他走到窗户边上 纵身从三楼跳了下去 这下不仅摔断了16根肋骨 还差点成了植物人 经过这次生死劫难 小树终于想通了 主动扔掉了所有许愿戒指 和压力彻底说拜拜 同时小胖也收到了好消息 他最崇拜的摄影大神 邀请他去当助手 但家里老爸非常自豪 他能出人头地 还给他买了台新电脑庆祝 这个男人开口说 他不想当工程师 老爸顿时感觉晴天霹雳 但也只能放儿子去追寻梦想 万一他也想不开自杀了咋办 至于那台新电脑就拿去退掉 自己在贴点前 画一台专业的相机 小胖感动地抱住老爸 失声痛哭 那边小树去参加面试 面对考官们关于轮椅的质问 他说自己先前因为情绪崩溃跳楼过 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直率 赢得了考官的赞赏 不过他们面前还有最后一刻拦路时 校长决定自己出考卷 让他们毕不了业 为了帮小树通过结业考试 小美把校长办公室的钥匙交给阿伟 让他们潜入办公室偷试卷 结果小树把试卷当废纸声调 只言靠自己就算没过也不可耻 但是校长发现了他们偷试卷的行为 直接勒令哥仨退学 小美也承认是他把钥匙给了阿伟 他说当初弟弟会自杀 就是因为校长一直逼他考工程学 旁边的大姐情绪一激动要生产了 可这鬼天气 医院的救护车开不过来 把校长急得要死 7号阿伟他们发现了车里的大姐 合力将她抬到球桌上 小美通过电脑远程指导接生的步骤 他们把所有车子的电池和电线连在一起 加上吸尘器 制造出一个真空吸盘 终于成功吸出了胎儿 托这场意外的福 格萨顺利从大学毕业 不过自那之后 没人再见过阿伟 直到学霸因为十年赌约找上门 他们才到阿伟老家寻找他 可那个人根本不是他们认识的阿伟 兄弟俩只好用他爸的骨灰 威胁他说出真相 原来阿伟是他家庸人的儿子 从小就非常热爱学习 他爸便让阿伟顶替自家儿子去拿学位 双方都能达成目的 之后他把阿伟现在的地址给了他们 如今阿伟在村子里当老师 看到村里随处可见的小发明 他们才相信阿伟真的在这 而学霸憋不住跑到房子后面 楼上两个孩子用同样的方法 狠狠教训了不讲文明的家伙 等到小美和阿伟见面后 他先是用力伤了他一巴掌 再抱住他的脑袋亲上去 他们好不容易久别重逢 学霸却煞风景地提起了十年赌约 老师可不是个能赚钱的职业 而他马上要和印度最厉害的发明家签大单子 学霸让阿伟签下认输书后 得意洋洋地抢走他的笔 阿伟没在意直接打了个电话 走远的学霸接到电话 立刻开始缠媚奉承 没想到郑主就站在他身后 阿伟竟然就是拥有四百项专利的大发明家 学霸经得下巴都快掉了 为了挽回这笔大单子 他追着阿伟不停拍马屁 好了 今天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